哈囉 大家好 哲平又回到我們每天的小遊戲時間啦 那我們今天呢 來玩一下我們皇室戰爭啦 那最近的皇室戰爭是開了我們這個 狂暴伐木工大晉級喔 這技術上是有兩個模式 那第一個模式的話呢 一開始進去都是免費的啦 我們來玩玩看喔 基本上是一個追捕復仇滾木喔 基本上應該是滾木的東西 欸 這很可愛欸 基本上你打贏我們是四關卡 我好像可以取得我們這個滾木的新的表情喔 還有愛情欸 很可愛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那這邊的話 它好像就是要我們配對一下隊伍 那一定要把我們滾木帶上場的樣子 那我們就先來配對一套東西啦 基本上滾木我還滿常使用的啦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喔 好 那我最近的話是還滿常在玩這套隊伍啦 基本上就是 有看到上次有人就是用巨人 然後再加狂暴藥水喔 然後就是直接把我的塔給捶爛 那再加上我們那個就是骷髏巨人 在用我們的分身藥水 用兩個炸彈出來炸塔的方法 所以這一次的話 我就是用上這套隊伍啦 就是巨人 然後兩個巨人的方法喔 那基本上這套隊伍之前都是用我們的那個 就是龍寶寶呢 加上我們其他角色我忘記了 但是 就是感覺今天來試試看這一套喔 因為我還沒玩過我們哥布林 炊劍手 就是上場用這套隊伍的樣子喔 我們就來試試看 基本上就是靠我們滾木單法術來打 然後兩個就是 狂暴藥水再加上我們的那個複製藥水 來看一下能不能打出一些傷害喔 呵呵 但目前來說這個模式的話是不用擔心敗場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安穩的打來打打看吧 基本上就是讓我們熟悉用我們的滾木喔 來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滾木高手喔 基本上我們就先來一個 城底骷髏巨人 欸 那待會他過去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給他加速 然後再派上我們分身藥水喔 就是成功讓他過去我們的塔前面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炸掉他們的那個塔 應該是沒問題喔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先來 欸 欸 欸 喔 所以這個模式會直接出現我們 這個是不是 欸 有點帥氣欸 我覺得這個我喜歡 就跟我們之前那個野豬模式差不多喔 我覺得是好玩 就是 他好像就是直接就是用我們的就是 讓我們那個小夫直接從後面登場欸 欸 太帥了 哇 這個好 那我們剛剛是用滾木直接把那個就是壓 把我們對面的橋步壓到對面去喔 所以這邊沒有問題喔 在這邊我們加一個狂暴藥水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讓我們巨人去打一下傷害 然後橋步應該是可以進去砍到一些傷害 沒問題喔 好 直接來了 然後 哥布林吹箭手 直接吹掉我們的這個 沒問題 那旁邊的話這邊橋步過來 我們用一下骷髏巨人喔 哇塞 這邊有點尷尬喔 這邊是 兩個金蠻 再加上我們的那個 呃 這個是誰 橋步 但是這邊的話 直接用骷髏巨人炸彈直接把他給炸掉喔 沒有問題 哇 居然是出現我們橋夫啊 哇塞 這真的是這個模式 跟我們之前野豬騎士的時候我還蠻喜歡那種 就是會直接後面出現一些角色的模式喔 還蠻可愛的 蠻好玩的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橋夫 他是直接放我們橋步過去砍了喔 砍起來 砍起來 那這邊的話有狂暴藥水沒問題 直接派一隻巨人出去了 他好像放棄的樣子喔 沒關係 我們還沒放棄 我們就直接巨人這樣子 因為之前就是有一套隊伍啦 他們好像就是用這樣把我的塔直接打爆喔 因為他會直接強行突入 我覺得這套隊伍的話 就是配上狂暴藥水的巨人的模式的話 應該還蠻好玩的 就是蠻屌的喔 我還蠻喜歡的 好 這邊的話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對面是放棄的比賽喔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樣子直接打到他的主堡喔 那再用一個分身藥水 直接用我們骷髏巨人 應該是沒問題的 直接GOGO 好 直接這樣過去打沒有問題喔 完全很OK 直接砍爆 可以 取得第一場比賽的勝利了 所以這個模式除了無教之力要複習我們滾木以外 還會有我們狂暴橋夫出現 太狂了 太狂了 所以這邊的話要藉由那個橋夫 再做一些輸出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好 我們這邊第一場順利拿到勝利 沒有問題 喔 第一場的 第一個模式好像只要打三場勝利就可以 他那個格子數比較大 所以我剛剛看成四場囉 好 這邊的話就繼續來 成底一隻我們的飛龍寶寶 那待會我記得我們的橋夫是會往右邊開走喔 所以我們這邊來擋一下他這邊左邊 好 這邊應該是沒問題的 直接過去 欸 沒有欸 這邊直接走 右邊走 好 這邊可能比較麻煩的是 電子炮 但是沒問題 分身 呦 成功了 直接炸兩個塔 棒棒 有沒有 這就是我之前就是看別人玩的那個方法 他直接就是用兩個骷髏兵 直接分身 直接把我的那個打掉 真的是很噁心喔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用一個狂暴藥水 給他加速過去之後呢 直接用雙那個我們兩個那個炸彈啊 直接把塔給炸掉 真的是很噁心一個舉動喔 這邊他是蠻羊騎士 但是沒有問題 應該是可以的 那這邊對面的話還有地獄塔喔 那其實我覺得 骷髏巨人一直都是我一隻還蠻喜歡用的角色啦 雖然前一段時間都還蠻常用大皮卡 但是我覺得 骷髏巨人因為他可以就是直接打人 然後再加上他死掉之後呢 會有一個炸彈可以炸死別人 所以一直都是我一隻還蠻喜歡的角色喔 好 沒問題 這邊的話順利擋住了 然後再來一個狂暴 先來滾木 哇 可惜 這邊會被炸死 但是沒有問題 哇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可能會被砍爆喔 對對對 我們這邊著陸的塔可能會有點危險 但是我們現在是拿到一塔優勢了 所以基本上也不用那麼緊張 就慢慢來就好了喔 好 這邊的話他是右邊來了 喬夫 好 再用我們的骷髏巨人來守 骷髏巨人不知道會不會被定欸 感覺還好還好 這邊應該可以 然後這邊的話 被董爆之後呢 沒有複製到 慘了 但是應該是爆了死 哇 這邊有點尷尬 剛剛如果有複製到兩個炸彈的話應該就可以了 但是這場的話 應該會直接輸掉喔 但沒關係 還是有點機會的 不要放棄 來 雙狂暴 吐爆他 小寶寶龍 好 沒問題 這邊還行 小鑽小鑽 然後等那個喬夫過去喔 好 這邊的話應該是可以砍掉 沒問題 砍掉 啊 差一點 但這邊再一個那個就可以了 應該是沒問題的 哇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可能會被他打爆喔 狂暴藥水 散過去 啊 完了 直接被地獄塔給擋住了喔 但是沒問題 這邊先擋住這隻騎士 就這樣一個滾木就解決了 一個滾木就解決了 然後就準備要打這個主堡了 哇 但是這邊的話 王子居然是直接把喬夫給撞死 哇 這邊直接被喬 被那個 火爪還這樣讓我們蠻羊騎士 直接把我們主堡給打掉喔 直接GG 滿可惜的 但這場的話應該還可以啦 就是一開始那個過絕呢 雙爆炸其實還算不錯喔 好 來看一下我們接下來這一場 來來來 其實一開始剛剛那個牌手續不是說很好啦 所以就是滿可惜的 現在調一下手續喔 好 這邊的話呢 有女巫 我們就帶上這個 他基本上這邊是已經知道喬夫會往右邊走了喔 所以是有預測到的 但是這邊的話 滾木直接把我們那隻給打掉 哇 左邊大皮卡 那我們這邊就跟骷髏巨人跟他玩了 骷髏巨人跟他互捶啊 其實我應該要再慢一點點 再慢一點點會比較好 這邊的話應該兩隻骷髏巨人可以把他打掉 好 沒問題 兩個炸彈 炸掉你那邊 上啊 狂暴巨人 好 這邊帶的是暗夜女巫喔 好 沒問題 所以是雙女巫陣型 所以我覺得其實狂暴巨人真的是一個 還滿噁心的那個攻勢啦 真的是很噁心喔 基本上就是用一個那個 就是 加速一直讓我們巨人往前打的那種感覺 好 沒問題 剛剛的話 他左邊是被我們的僑夫給咬爆了 中寶寶 護士 幾千巨 哇 太好了 這招我上次也有學別人用喔 就是 他就是用那個 用那個就是 分身之後呢 因為我們那個 骷髏巨人會被往前擠 所以可以用這招然後直接過去把塔給打爆 就小Peple啦 沒想到真的可以實現了 太溜溜溜啦 太好了 好 那目前來說我們的塔都還完整喔 對面已經就是只剩下一個塔 而且 主塔這邊的血量也是非常少喔 應該是沒問題 可以打出一波不錯的攻勢 好 而且我們這邊的話又有狂暴咬水啦 所以要怎麼做呢 你們知道嗎 啊 就是直接加速吹下去 然後再一個分身藥水往前擠 啊 沒有 這邊的話直接用那個 沒關係 用雙炸彈把我們大皮卡解掉也是沒問題喔 很OK 然後後面有僑夫過去 砍爆他的珠寶 欸 砍爆他的公主塔 好 這邊的話可惜了 不過沒關係 這邊還可以再叫一個 GOGOGO 再分 就一直這樣消耗就他就好了 因為其實那兩瓶藥水加起來那個費用也沒有說非常的貴喔 沒問題 砍爆 地加布 加速 去吧巨人 NICE 這邊直接回兩塔成功取得關卡的勝利喔 沒有問題 其實這套隊伍真的還不錯玩喔 那如果你有對這套隊伍的一些見解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可以做一些改正 我也是蠻期待大家對於我的隊伍做一些改正喔 因為其實我真的還不太會組隊啦 好 來看一下最後一場 能不能順利取得 我們可愛的滾木的表情囉 好 來 這邊的話呢先出一下我們的皇家幽靈 難道他也是打一樣的流派呢 會不會呢 好 那我們就 酷爾巨人護歐吧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飛龍寶寶加上我們的那個橋撲喔 基本上這樣的話呢 我們因為待會可以用一個 分身藥水可以炸兩下 基本上不怕喔 炸爆他們 好 兩個就直接把他們給炸爆了 直接炸爆全場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那個 酷爾巨人配上我們的那個藥水真的是蠻狂的 固執藥水也是很狂 因為基本上他這樣的話可以做出兩顆炸彈 直接把對面給打爆 真的是很好用喔 這邊可能會比較危險一點點 叫一下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巨人走這邊 好 那邊的塔應該是沒問題的 打掉 然後我們橋步剛剛走過去 哇 挽救了世界 太好了 哇 但是這邊的話 哇 那個巨人已經過來了 感覺會把我們塔給炸掉 但是沒關係 我們這邊的話 可以直接就是用我們的那個 直接強攻我們的右路 這邊三隻看你怎麼會守啦 欸 居然守住了 噢靠 想都沒想到 好 沒問題 GOGOGO 哇 那這邊其實有點麻煩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 沒有能夠抖我們對空單位了 讓他們咬巨人好了 哇 沒有 剛好沒咬到 哇 那邊可能會爆炸喔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左路是爆炸了 但是目前來說沒關係 因為我們右路這邊可以再拿一塔喔 那我們只要努力守住我們的這個 右塔就可以了 那如果他玩我們右塔的話 我們就直接 直接給他吹下去囉 好 他要玩 沒關係 他忘記了我們這邊最猛的組合 複製藥水 炸爛他 一定炸爆你 沒問題 這場贏定了 不 這個複製藥水骷髏頭 真的是非常好玩喔 推薦給大家 真的很好玩 超好玩的 太好玩啦 沒問題 所以也取得我們這個 新的這個Skin囉 太好啦 可愛可愛 那下一個的話 複製藥水骷髏頭 滾木懸卡挑戰 又有另外一個是我們那個滾木哭哭的圖案啦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挑戰一下 我們接下來這個挑戰囉 好 那我們最近的話就開了這個 狂暴伐木工大晉級 就基本上就是跟我們之前野豬其實很像 就是我們後面會出現野豬 可是這次的話是出現我們伐木工囉 那滾木是一定要帶上場的 但是你可以再配上一些 你其他比較厲害的一些隊伍囉 那拿到我們勝利的話 就可以取得我們這兩個全新的表情啦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我們滾木表情的話 就趕快來打一打囉 那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喜歡哲平頻道的話 開按鈴唷 那你喜歡喜歡的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